你好 我是老胡 欢迎大家来到老胡的油管研究院的频道 今天这期节目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在YouTube上面 如何把一个视频的标题和说明 翻译成其他的语种 这样的翻译有什么好处啊 就是说英语的人 上来看你这个视频的时候 他看见的是英语的标题和说明 说中文的 上来看见的是一个中文的标题和中文的说明 这样就能扩大你的观众的受众群 尤其是有不同语言的标题和说明 对增加那个目标语种的搜索流量 是有好处的 所以当你的视频内容适合的情况下 我是建议大家使用多语言的标题和说明的 那么这功能在YouTube上早就有了 我以前做节目也演示过这样一个功能 但是在今年2020年 他发布的新版后台这样一个功能 就藏得很深 很多人找不到这样一个功能的入口 在什么地方 所以我今天就再来做这么一期节目 新评装旧旧 把这样一个功能再给大家演示一遍 好 我现在就选择我这个频道里面 前两天发布的一个视频来给大家演示 现在我先打开这个视频的属性页面 这个是这个视频的链接 我拷贝一下 在一个新的浏览窗口里面 我打开给大家看 大家注意看 现在这个是中文的标题 以及中文的说明部分 那么我在另外一个浏览器 这个是微软的浏览器 叫Edge 我同样把这个视频打开了 我刷新一下 大家看 大家看见的也是一个中文的标题和说明 好 我现在回到这个视频的属性页面 注意这个入口在这个地方 字幕 你点击它 进来以后 你看我这个地方只有一个中文的字幕发布了 这个时候我要来添加一个英文的标题和说明 应该怎么做呢 首先在这个地方点击添加语言 然后我选择英语 在这底下 注意哦 如果你添加字幕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添加 你添加标题和说明的翻译 在这个地方添加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搞得很隐蔽 大家不容易找到 因为你没有想到标题和说明的翻译 它是放在字幕这样一个页面里面 而在进来以后 同一个语种上面 又有两个添加按钮 这就使得初学者更加的困惑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要给你强调 添加标题和说明的翻译 要点击这个添加 好 我们点击它 进来你就可以看到了 那个熟悉的页面就出现了 原始的语言是中文 我有这个标题 有这个说明 那么你要把它翻译成 现在目标的语种 我刚才选择的是英语 那么它在这个地方讲 你把英语的标题放在这 你把英语的说明放在这 那么为了功能演示 这样一个简单的目的 我就把这个标题拷贝一下 然后到这个谷歌翻译 Google Translate 你打开这个页面 把这个中文放到这里面 你看它自动就给你翻译成英文 从中文到英文 然后我把这个东西拷贝一下 然后回到我们这个翻译的页面 把这个拷贝在这个框里头就可以了 大家注意看到了没有 这个地方有红颜色显示 有个提示告诉你 你的标题过长 YouTube的标题是100个字符 同样的标题在中文里面 还远远没有达到100个字符 但是在英文里面 已经超过了34% 所以从演示这个角度来讲 我就把后面这一段给它去掉 这样就长度是89 那么翻译这部分也是一样的 你可以把这个粘贴 然后拷贝到这个里面来 然后它就自动翻译 自动翻译了这一段的话 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点击拷贝 然后贴到这个说明区里面来 你看我的说明区就没有超长 因为说明区可以长达5000个字符 好了这样我们就把中文的标题 说明翻译成了英文的标题的说明 我要提醒大家的是 你在真正的进行多语言翻译的时候 不能完全依赖谷歌的这种翻译 这个翻译的质量是有问题的 希望你找一个懂目标语言的 这样一个人给你把把关 人工叫和一下 当然在你的频道刚刚开始的时候 如果没有这样的朋友或者资源 帮你叫和这样一个翻译 你就仅仅依赖谷歌这个翻译 其实也能够帮你的频道 增加一些新的流量 所以我也不是完全排斥 仅仅依赖谷歌翻译的这种做法 好这两项翻译都拷贝进来以后 我们就可以点击发布 这个时候它就会保存并且发布到YouTube上面去 意味着观众马上就能够看得见 大家看到了这个标题和说明已经发布了 这个时候我来重新刷新一下我刚才打开的这个视频 看看有什么变化 大家注意到没有 我们看见的还是中文的标题和中文的说明 为什么 因为我这个谷歌Chrome这个浏览器的缺省语言的设置是中文 YouTube知道这个重要的信息 所以当你通过谷歌的Chrome这个浏览器来访问这个视频的时候 它就会给你中文的标题和中文的说明 反过来当我用微软的Edge浏览器来访问同一个视频的时候 由于我这个浏览器的语言设置是英文 所以YouTube知道当你通过Edge来访问同一个视频的时候 它应该给你英文的标题和英文的说明 我们来看看是不是真的这个样子 我现在就来刷新这个页面 大家看到了我刚才翻译过的这个标题和说明 你看就显示在Edge这个浏览器里面 好 这样一讲大家是不是都清楚了 那么依照此法你就可以添加YouTube所支持的任何一个语种的标题和说明的翻译 最后你添加的语种越多 这边等于是加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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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当你添加完成以后 在这个页面上你就能看到每一个语言对应一行记录 大家现在在我这个页面看见了两行记录 首先我这个视频有一个中国的中文这个语言的标题和说明 还有呢中文的字幕 你看看已发布 我刚刚添加了一个英文的标题和说明的翻译 大家看已发布 但是我并没有给它加英文的字幕 所以这个地方这个添加按钮还存在 也就是说如果你下面要添加字幕的话 你就点击这个添加按钮就可以了 那么以上的操作我只是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我不愿意让大家看见一个谷歌翻译的英文的标题和说明 所以我现在要把这个翻译把它删掉 怎么删掉 我就在这个语种的这一行的记录里面找到这个标题和说明这一列 再点击这三个小点 注意里面有一个叫删除这个选项 好 我点击它 确认删除 大家看到了 我这个地方有一个记录 但是呢 这个地方是添加 这个地方是添加 意味着什么 我虽然有英语这样一个语种选择了 但是现在其实并没有标题和说明的翻译 也没有字幕文件发布 所以如果我这个时候回到微软的这个浏览器 刷新这个页面的话 大家认为会出现什么情况啊 我现在刷新一下 看到了刚才的英文不见了 又重新回到了中文的标题和中文的说明 因为我刚刚在这个地方 把这个英文的标题和说明删掉了 好 这就是2020版的 如何在YouTube上面给你的视频的标题和说明 添加其他语种的翻译的方法 功能是旧的 但是入口藏得很深 希望现在大家了解了 好了 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再见 谢谢 感谢